老闆 怎么没有人呢 怎么门开着的 怎么没有人呢 跑去哪里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刚楼上去找你 没找到你怎么住在这里 你在这里住在干嘛呀 不是给你交了几天的那个房租吗 你交了几天吗 我交了四天的那个房费啊 让你住在那里的呀 你怎么跑下去了呢 你 我以为只有那一天 然后我问了老板一天那么贵 然后我就舍不得我就 我就刚好下来 然后我看到这里没有住 然后我就在这里 那个老板没有告诉你吗 那个老板这么坏啊 我不是给了他四天的房费啊 他居然没告诉你 把你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住 这里你看啊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呀 住了两天了 唉 我就说是今天不放心 你过来看你 好结果 唉 唉 你就跑出来住 真的 你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嘛 你 要不 你那个你 婆婆 和你那个姐姐 应该气消了吧 要不 回去看一下呗 我不敢回去呗 有什么不敢的呀 我带你一起回去 他们 这过了这么久 应该也是那个气消了 你看 要不 我就送你回去吧 去看一下再说 好不好 你在这里住着 也不是办法呀啊 你看这里怎么这么 这么脏的 好不好 你带着孩子 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呀 好不好 走吧 我带你回去看一下 好不好 先回去再说 走吧 来看 我爸 又把我照片了 你给你呢 你来的吗 我来的 你转着你 那点 转着我 你转着我 你好 我可以转着我 我把你转着我 我可以转着我 你转着我 你转着我 現在转着我 你转着我 我去 看一看 我去 我去 他看一看不然你会觉得 你不定 那他刚才说什么呀 那你们不要回来 哎呀你快进去吧 然后他又说是 我在家看到孩子他要出去 嗯好吧 那回家吧 他用信让你够回来就好了 好吧 快进去吧 这晚天也黑了快 我看这有点乱了 就你自己和孩子住在这里呀 嗯 怎么样我给你孩子买的帽子 合不合适呀 小宝贝 怎么流鼻涕了 是不是有点感冒了呀 有点感冒了 没给他买药那些吗 你小孩子感冒得不好 那个哭 到时候病啊 不要哭 小朋友 那个 到时候你要给他买点 那个感冒药好不好 我说你母 你知不记得 你那时候是从 哪里被抱回来的呀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吗 我只是听我说 我不是说什么 我不是说什么 我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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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我 我有机会的话 去看一下好不好 嗯 我想的是 是能够帮你去看一下 到底你的那个父母到底在哪里 然后你肯定也想过想找他们是吧 现在科技也这么发达的 我去帮你看一下嘛 尼莫来 痛不痛啊 我扯你一根头发 然后现在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嘛 我去看一下那个心意库 有没有你的那种匹配的那个订阅也好不好 然后到时候去看一下 帮你去调查一下好不好 那尼莫 你就好好带着孩子好不好 我下次再来找你吧 那我就今天就先去 回公司有事情了好吧 我就先走了 哎对你就不要再被他们赶出去了 你在家里好好带着 好吧 你怎么啦 尼莫 你家里面都没什么东西了 我不好吧 那好吧 那尼莫等我下次再来看也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